果汽法师 诸位菩萨晚安 阿弥陀佛 我看到有些陌生的菩萨好像第一次到圣祭会来 第一次来的菩萨请几手 哎呦 真多 都是来听果汽法师说法的 对不对 果汽法师有很多的这个 佛教不讲滚尸咯 常随众吧 可以这么说 随法师学嘛 要不要介绍一下果汽法师 他是唯有要看他影片念的法师 因为他的头显太多了 我怕念错 现在法谷山体系的法师 他担当的子母最多的 是我们的果汽法师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他长得很高 身体很好 所以可以承担很多工作 我现在先念一下 好不好 你们要听 果汽法师他目前 是关怀中心的副都监 也是关怀院的监验法师 还有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 还有信众服务处的监验 还有复华总会的辅导法师 你们是在什么单位认识果汽法师 他既然没有三头六臂 但是他为什么 可以做这么多的工作 尤其啊 就是在去年吧 去年多 果汽法师有一阵子 他的身体违和 他的身体违和 行动不大方便 那在身体这么不舒服的状况 他如何承担这个 师父所教育的使命 然后呢 这个当起啊 这个如来的家业 我想大家都很好奇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啊很荣幸 请到果汽法师 其实果汽法师我已经请了 两次到三次了 第一次我们有一定的时间带好他 我忙了 改期 那结果是改到六月份 那六月份呢 因为今天的主讲菩萨 他临时又不能来 那我就伤情果汽法师 他很慈悲啊 就是观法院的房子 他很慈悲就答应说今天 百忙中啊 到圣祭会来 给各位菩萨做开示 我们先鼓掌 欢迎光临 师董事长 我们各位菩萨 大家晚安 晚安 我先请问一下 原本您是今天晚上来听 潘宣菩萨来演讲菩萨请举手 好一位 两位三位 好 好 这个 因缘 这个 的这个无常 变化 今天呢 就 由我 来到这边 来跟大家做一个 分享 好 那 希望 这个 今天的这个 分享 好 那 也不会让 这三位菩萨们 失望 好 那 这个 这个刚才我们 师董事长讲的 好 而且他很早就 就 邀请我 来这边 跟菩萨们 做分享 好 那 这个地方呢 呃 是 做这样改变之后 我 第一次来 好 第一次来 那 那时候 这边 改变之后呢 师董事长也有邀请我 可是那时候 我正好出国 行程上面 好 正好 不居住 所以是 这边有一年多了 还没有 8月9号 对 8月9号 对 好 所以我是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好 不过之前 我来过几次 好 那当然是跟师父的音乐 来过几次 好 来聆听师父的教诲 好 那 所以这个地方 呃 呃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好 非常特别的地方 好 那 那 那个 那个 那么我一开始就是说 欸 这个 因为我本身 呃 其实跟师父相处的时间 就是近距离相处的时间 不是很多 啊 所以我 一开始是跟师董事长讲 讲说 这个 好像没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来 分享的 哦 呃 而且 呃 之前也 已经安排了好几位的法师 还有 自身的菩萨 来做分享 呃 呃 那我 就是 呃 从这个网站上面 大概也 也聆听了 几场 呃 那内容里面呢 好像 呃 所分享的 跟我所 这个 接触的 也有蛮多雷动的地方 所以我就一直跟师董事长讲说 这个 欸 是不是 我这边就 呃 跳过 哈哈 师董事长蛮坚持的 呃 呃 那他也慈悲啊 呃 也想说 呃 这个 让我有一个 呃 学习的机会 呃 呃 呃 我就 这个 恭敬不如崇命啊 呃 呃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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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网络 看圣机会的网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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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讲座叫做无尽的身教 当我需要做的时候 我才来做它 这个讲座叫无尽的身教 我想应该也不至于身教 也包含了师父的研究 就是师父所有的心仪 都是我们学习跟效法的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 各位都接触阿富山有一段时间 对于师父所提倡的理念 跟师父的这个所谓的法 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说这个故事呢 是以前有一位居士 那么他也是从这个师父的主作 甚至是这个师父的公开的演讲 当中来去认识师父 那师父他提倡的这个心武士里面有一个四塔 好 四塔是哪四塔 面对他 接受他 接受他 处理他 保驾他 非常好 好 那这个居士呢 这个他感受到这个师父的四塔 那他就运用这个师父 那他就运用这个四塔 谢谢大家